情緣節快樂 空手道好手 穩之雲回台後 待在防禦旅館 隔離第七天 正逢情人節 首度開直播跟粉絲聊天 穩之雲透露 冬奧奪下銅牌 賽後有些遺憾 戴資穎還特別安慰她 小戴其實有傳訊息給我 嗯 好感動喔 她就說 嗯 辛苦了這樣 然後 我知道妳很難過 皮酸 然後她就說 但是 但是 但是沒關係 就是 我們是 不會輕易被打倒的 穩之雲直播到一半 還要了一位神秘嘉賓 竟然是羽球王子 王子維 對 有印象中 應該是新竹 我們第一次見面 後面才越來越熟 對 後面越熟 好像那次完之後 就很熟了吧 就聊幾天來 就不會 就還可以啦 就是 不會覺得很尷尬這樣 王子維一上線 觀看人次 瞬間飆到六千多人 大家對選手們的關注 從場上持續到場下 至於標槍好手 鄭兆春 東奧在資格賽 無緣晉級 回台隔離三天後 透過直播聊賽後心情 為著可能我會轉換著別的跑道 就可能練了十二三年 我也沒有其他的遺跡之長 這只剩下會投標槍 會運動 但我就會想要說 接下來的話 我會想朝著比較穩定的工作 去前進 因為我畢竟我也有家庭 鄭兆春答應粉絲 會振作起來 準備好明年亞運 再度出發 創出好假期 TVB的新聞 周遇峰李玉涵台北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